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因为我即将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将近300幅我自己这几年创作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的人体摄影在国内很难找到合适的出口 其实我的照片也是大家可能现在也很难看得到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翻墙在推特里去看我的作品 但实际上推特里头 推特的发图它有一个问题 它一次只能发四幅 但是一个主题有时候可能十几幅 几十幅 它就没有办法发 所以这个里边也基本上不太全 在国内的这些平台上就更不用说了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得到的 后来就有朋友给我提了个建议 说这都年底了 马上过年了 你这一年多拍的照片 我们都没见过 你咱组织到你那儿让我们看看片 开个分享会 我一想这办法不错 结果就让大家就爆名 看谁都来 结果很快就我现场部分就爆麻了 后来为了满足一些不能到场的室友的要求 所以就进行了录屏 就出现了今天的客奖 其实我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 打开我真的无从下手 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讲 因为照片实在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把我所有的照片翻出来 只能大概在里头找一找不同的类型 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所以我说从哪开始讲呢 这是个问题 因为我拍过的类型太多了 其实我最早拍人像 后来拍纪实 纪实其实我很喜欢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不能去在上面下很多的功夫 专门拍纪实 但是我很崇拜那些拍纪实拍得很好的摄影师 我也会在开始展示人体摄影之前 先给大家展示几张 我曾经拍过的纪实和风光 让大家对我有个全面的了解 除了纪实之外 我还涉及像时尚摄影 等等其他一系列的商业摄影 也都会涉及到 那么因为我是做教学 所以我任何一种摄影 我都必须去多少得去研究 我不能有太多的空白区 毕竟我要跟学员们要讲一些东西 其实包括风光摄影等等 这些我都有拍过 但是我最喜欢拍的还是人像 当然在现在来讲 可能多数拍的是人体 当然我涉及过这么多的摄影 其实有时候也得意于词 你比如 我很明白即时的美感是怎么样的 把它如何运用到时尚或者人体中去 比如 我知道在风景所带来的 给观者带来的一种内心的情绪的调动 是怎么样的 把它如何运用到人物的环境中 再比如 时尚摄影中 商业摄影中 所牵扯到的化妆技法 等等等等 一系列 像后期合成技法等等 这些 都有助于今天 我自己的作品的完成 所以我觉得 这些年我做摄影 虽然 涉及的这个 种类很多 但是我觉得 有一点都没有浪费时间 它们 都能够为我所用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在讲我的作品的顺序的时候 会拿一个人体摄影的一个大致分类的分法来讲 首先第一种是我们知道人体上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唯美人体一类 唯美的人体摄影 这个是最具有装饰价值的人体摄影 就是我们现在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一类 第二类是既视人体摄影 它是具有一个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美感 很具有现实的带给大家的力量感 最后一类就是当代艺术人体类 这种当然教法会分很多 教法会分很多 但实际上这种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表达 和尖锐的思想的 这类的会被称之为偏当代一些的人体摄影 其实唯美人体摄影只是一类 一种大的分类 大的分法 并不能是一种具体的风格 因为我们知道的唯美 实际上它有很多种 你比如有的人喜欢拍的小清新 很清新的这种人体写真 它也是一种唯美 还有的人喜欢拍片画艺 油画风等等这类的 它也是唯美 但它跟清新的那种相比 一种就比较沉重 一种比较轻快 但它们都属于唯美 所以唯美摄影 它只是一种大致的分类而已 唯美的人体摄影 它是非常具有装饰性的 我们知道在很多的 这个高端的酒店会所 墙壁上有时候会装饰 一些人体摄影作品 或者人体绘画作品 但它们多数都是以唯美 类型的人体为主 因为这些作品挂在墙上的作用 是装饰 相对于比较具有深刻艺术性的作品来讲 唯美人体可能更适合于更多大众的口味 就是我们老百姓 我们一般的人 他都会比较喜欢 而且这个我们观赏者 他也不需要去有太多的阅历 一般都能够感受 这种唯美人体的美感 所以大多数的这个人 还是比较喜欢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唯美人体 它广泛受到大家的欢迎 所以它经常会被使用在商业摄影领域 当然唯美摄影也很受这个模特的血爱 因为这个 这种效果会令照片的这个主角 会更加的美丽动人 我是什么类型都得拍 也是都要愿意去尝试 虽然我这些作品 有可能在我的个展上 大家就没有见过 可能在我的画册里 也没有看到过这些照片 但是它属于唯美类型的 我也是拍的 都是拍 我唯美的 还有这些比较重口味的 我都会拍的 大家不用憋着一股劲 非得拍出什么传世之作 没有任何意义 拍照就是为了自己 这个比较愉快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你如果说你拍唯美的觉得很漂亮 那你就拍唯美的 如果你的摄影就是以娱乐为主 其实你拍唯美的 更具有娱乐性 虽然唯美的摄影 它可能不具有太高的艺术价值 但实际上娱乐自己 这个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你把这个模特拍漂亮了 可能他很喜欢找你拍 有很多的女孩 喜欢来找你拍照 你肯定是非常愉快的 很多摄影我的这个拍照 它无非就是为了 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其实无可厚非 该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怎么高兴怎么拍 但是我今天要所要介绍的这些照片 可能是我的各种类别都会有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些 很唯美清新的东西 但实际上它后边会口味越来越重 逐渐加重 慢慢的越看人累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 所以我把这个我的视频 分了上中下三级 会有不同的节奏 拍照要拍得好 你要轻轻松松 无拘无束 别没事给自己带些夹锁 这样可以那么不行的 比如说有没有过曝 这里有没有细节等等 其实全是瞎掰 拍这种照片 唯一的目的就是 让照片好看 因为它是唯美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 要求哪有细节哪有细节 是错误的 它是针对了一类的摄影 而不是所有的摄影 这些照片你怎么好看怎么拍 没有任何局限 这样的话你就能 让你的照片更有意思 唯一摄影也并不需要 具有太过主观 太过尖锐的思想性 你不需要考虑什么 太多的什么 这照片要表达什么 你不要这么深沉的问自己 我要表达什么 没有意义 因为你就要让照片好看 就这么简单 不是所有的照片 都需要表达什么的 这是个误区 很多人一直想在拍照 一拍照就想 我要表达什么 然后陷入深深的思索 没有意义 你又不是责任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照片好看 让这个女孩漂亮 让女孩看了觉得好看 再来朝你白照 其他都是扯淡 艺术创作是一个 挣脱枷锁的过程 解放自我的过程 绝对不是给自己 浑身上下 上这个 束缚的这么一个过程 千万不要把自己绑起来 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想怎么屁就怎么屁 调动你一切手段 让你的照片变漂亮 这是唯一的目的 你的目的就是 让她挂到墙上 好看 那挂到餐厅 让你引起食欲 让她挂到厕所 让你不变秘 我开个玩笑啊 虽然这个玩笑有点恶心 我只是想说 任何人给你的规则 你都不要去理会 没有规则 你如果都 连解放都无法解放自己 那你拍什么人体了 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 心里咋想就咋拍 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就拍什么样的感受 把它尽量夸张的 体现出来 让别人看跑就行了 要想拍到漂亮的照片 你的表达就必须诚实 来不得半点虚假 你一虚假照片就不好看了 肯定的 你失去那种本质了 它就没有意义了 比如说你看见这个女孩 什么感觉 很美 觉得很美 有没有冲动 你心里要知道 有就是有 没有 是不可能的 但你就要把这种 这种 感觉 这种美感 就要把它表现出来 没什么不可以 对 其他的杂念 不要太多 又是获奖呀 又是干啥呀的 不要想那么多 说到这个话题 来看这张照片 其实 这个是一个 在国际上获过奖的作品 但是我真的 我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 任何的什么国际影展之类的 这是我当时手底下一个小女孩 她背着我 拿我作品报名 她挑的照片 因为我压根不可能挑这照片 结果她挑的 反而凭我也喜欢 获得了个第四届 这个国际摄影节什么奖 我都忘了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 其实就比较偏画意 看 这个构图了种种 其实都是一个遵循 这古典绘画的这么一种 结构方式 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审美 启蒙 大家其实都 最初都是来自于美术 所以大家在欣赏照片的时候 很容易被这种美术欣赏经验 所影响 但实际上 照片不应该是以美术的方法 来欣赏的 像这类照片都是遵循着 绘画的这种审美规律 去进行构图的 这种拍法可能会让很多的 这个大众都接受你 如果你做商业摄影等等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这种手法 但是这种手法绝非是这个摄影的语法 我们要想再进行更加高级的创作 我想应该摆脱这些画意手法 应该是更好的 大家看到的这类照片 它也是属于画意摄影的效果 也可以很好看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摄影是极度依赖现实的 我们离开了现实 就形成不了这样的一种 作品 不像其他艺术门类 比如说音乐 瞎子阿饼看不见这个世界 它照样演奏出一流的音乐 再比如画家 你给他一张画布足够 他在脑子里头天马行空 什么都可以出得来 但摄影师不行 你拿着照相机 就必须依赖 眼前的这个现实的世界 然后呢 去观察 去思考 然后去拍摄 你的所有内容 所有美感 都来自于现实 无论是你拍摄风景 还是拍摄人体 你都无法摆脱眼前 现实的对象 这个是必须的 而画家 音乐家 这些 眼前可以没有对象 他心里有就行了 这是摄影跟 其他艺术门类最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画意义的 这种人体摄影 所能营造出来的 这种美感 在画家的手里 不值一提 他们会做的 比咱们极致的多 所以我们拿 我们不擅长的事情 去挑战别人 是毫无意义的 根本就无法去体现 你的作品的真正的美感 真正的力量 所以这种画意的美感 还是留给画家去做 更加靠谱一点 摄影师为什么要这么拍呢 因为照片会比绘画来得更快 要对付一般的顾客 你拍点画意的摄影 顾客一般都会很喜欢 要给他画一幅 那费劲太大了 所以这类的摄影 是非常适合商业拍摄用的 大家不排除有一些 较为深刻的摄影艺术 也采用了画意这种摄影形式 但这个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容 而绝非这些形式 好 咱们言归正传 我们人体摄影这个话题 这我拨着照片 我跟大家瞎聊着 感觉蛮有意思 我在这里也会多说一些 我自己对于人体摄影的 一些真实的心理感受 我总觉得大家对于人体摄影 有很多的误区 大众在看人体摄影 甚至很多摄影师 在看待人体摄影的时候 都有非常多的误区 就比如很多的摄影师 他看到人体摄影之后 他就觉得很神秘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高大上的这么一种拍摄方法 认为只有到达一定阅历 一定技术 一定认识以后 才能拍摄人体 其实没有这么多的 其实大家根本没有必要 把这个人体摄影 这么的给它神化 其实过去有很多的 这个朋友来我的工作室 来看我的作品 看完之后都惊叹 呀 李老师 你的人体摄影太美了 这是真正的艺术 我看到以后 我没有任何的邪念 它是神圣的 其实他们说这些 我就想笑 然后你告诉我 我的摄影让你没有任何的 这个邪念 那么如果说我的摄影 对你没有任何的邪念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你的身体可能不像 第二种可能就是 我的照片实在太糟糕了 我拍的是女人 没有穿衣服的女人 有一些故作高尚 声称 人体艺术 与性没有关系的 这些所谓艺术家 实际上是虚伪的 或者他就根本就不明白 性 意味着什么 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明白 最好不要搞什么人体艺术 我要说的是 人体摄影一定是与性息息相关的 它不可能没有关系的 你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 先不要从你的心理上 把它架得太高 然后给它赋予一种神圣的色彩 然后呢 让你不感动邪念 很多时候也就是正因为如此 你没有充分感受到 这张作品的美感 其实即便你动了邪念 你有了非分之想 这都是一种本能 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 绝对不是什么龌龊 下流的这么一种表现 其实艺术和色情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度的把握 是人与作品 男人与女人 之间一种 值得玩味的距离之美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 一个女人上街 她喜欢穿着低胸的服装 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说她是个坏女人 也许她在日常生活中 是极其保守的一个人 但她穿成这样的衣服上街 其实上是满足一种 被偷窥欲 她非常期望 吸引更多人的眼睛 但是呢 你绝对不能走到她的眼前 盯着她的胸部去看 如果你真这么做 我估计她得 告你一个性骚扰之类的 也就是说 你只能远远看 只能偷看 如果没有人看她 她反而会很失落 性是最用途的话题 就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非得拍人体 这首先是因为人体摄影 能激起所有人的感受 只要你是个人 你看见人体 你一定会有感受 因为人们大多数的行为 都是性的推动 而且在性的面前 人们面对自己的时候 是特别的诚实 你看着你道貌岸然 你待到我的照片前面 然后你在暗自偷窥自己内心 藏匿于黑暗中的内容 其实这种黑暗 不是真正的黑暗 每个人都有 其实这个时候 开始真正 真实的存在 因为你看到自己真实的内心了 拍摄人体 其实是因为 人体可以吸引眼球 可以对观者形成强烈的印象 因为不穿衣服 本来就是一种非常态的状态 所以在拍摄人体摄影的时候 或者欣赏人体摄影的时候 不要表现出对性的不屑一顾 好像艺术的崇高性 绝对不能被情色玷污一样 但实际上 情色不会玷污任何东西 它本来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 但实际上 人体 审美 很多时候只是性的一次预言 它通过这种性的展示 浪漫的掩没了其羞耻 人的自然属性中 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性 如果我们绕开性的问题 来谈人的本质 那简直是无奇之谈 因为二者之间 具有严密的因果关系 我们也必须承认 性在审美过程中的正当地位 当然人体摄影在很多时候 它是唯美的 就像我们第一阶段的展示一样 基本上都是唯美的摄影 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 也有的人问过 我说 李老师 你拍这么多模特 你在网上展示 展览 印画册 他们都愿意不 其实我从一开始拍模特 你不仅仅是人体 就包括过去拍的其他的正常的一些 人像摄影 我每一位模特 我都跟他签有协议的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允许发表 允许展览 允许以艺术品的形式出售 以艺术品的形式出售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当黄图卖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拍的模特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互免型的 就是相互双方不要钱 这种是最多的 第二种是我付给模特钱 这种也有很多 第三种就是 对方模特付给我钱 这种也是不是太多 因为我的价格非常贵 一般就是年轻女孩没有这么多的彩礼 互免的这种就是 就是我前面那种跟人签了协议的 签协议我就跟他互免 就是因为这个作品首先是我的 我可以展览等等 那么第二种就是那种我付给模特钱的 这种是什么情况 就是我如果拍这个照片是用来挣钱的 那我会一定会给模特钱 他不要都不行了 他不要我非给 因为我不给他 我叫免费的模特 这模特是没有责任的 比如我这个元旦 搞一个集训 我叫几个模特过来 模特告诉我 哎 李老师我不要钱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我不给他钱 他不会把这当成自己的职业去做 就会做得真的很不周到 所以只要是我用来赚钱的拍摄 所叫的模特我都会付给钱 这个是必须给钱的 还有一种就是 他不允许我发表 也不允许我展览 像这类的 其实我拍他就没有意义嘛 因为我是为了拍照片 我不是为了看女人 对不对 他是不愿意让我发表的 你也更不能展览 像这种我拍 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拍到的照片来 连基本的著作权都没有 那我拍他有什么意义 那我实在要拍 只能当客票拍 那就是说 对方付给我这个报酬 一般像这样的拍摄 我为了让对方放心 我会告诉他 你来的时候带张卡 带张这个相机存储卡 他拿来以后 我插到相机里头 拍完 插着读卡器就给他修好 然后都存到读卡器里 把卡拔车拔下来给他拿走 我自己都不存 因为我存他没用 我给客人拍这个人体 是三万起 然后最终核算是根据客人 他要的照片的章数 和精修的章数来决定的 但是在年轻女孩子里头 有这样财力的 这个女孩还是比较少 其实如果说 我看重的这个模特 我其实最希望的还是 他跟我合作这么拍法 其实我反而不太愿意收钱 我为什么说上面这些话呢 其实我是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摄影的这个状态啊 因为大家都是喜欢摄影的 我就给大家说说这个 这摄影的状态啊 你要明白自己的定位 你要明白你是被服务者 还是服务者 如果你拍的是模特 对方是来为你服务的 你就一定要付给对方钱 但是这种拍摄 一定要绝对服从摄影师的想法 进行拍摄 而模特不能有其他的要求 否则的话就失去了服务性 但是如果给顾客拍摄 这种别人付钱给摄影师这种 你就必须要以服从顾客的 这种意愿为主 拍出他满意的照片 摄影师你喜不喜欢 那是另外一回事 跟你没关系 你是收钱的 这种互免的这种合作式拍摄呢 他就是照片是相互来商量 摄影师跟模特商量 他俩达到共鸣的一些效果 两个人可以合作 互免去拍摄 这样的拍摄是很多的 但是这样的拍摄往往要求 这个摄影师要有较高的技术 模特才愿意跟你合作 当然模特是很辛苦的 如果说一般的这种拍摄 娱乐式拍摄 也不出什么作品 其实是应该付给模特费用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辛苦 我这里说了一下 摄影师与模特之间的关系 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这样的一些 跟大家解释一下 能够让我们经常 进行人体拍摄的这些摄影师 好好明白 自己与模特之间 应该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总之唯美摄影这种类型 很容易在摄影师与模特之间 形成服务与被服务的相互的转换 我们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没有对着照片进行讲解 只是在这儿跟大家叨叨一些很多的其他的东西 照片上其实有的或打有文字 大家可以看看 其实以上播放的这些所有的照片都是属于现场光拍摄的 没有进行人造光的这种干涉 是这样的 下来我们要看看彭拍的效果 刚才说是介绍影棚摄影 但我们还有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非常的重要 就是窗户光摄影 窗户光摄影在这个人像摄影 人体摄影里头 是非常出效果的一种用光方式 我绕了一圈 又绕回技术来了 所以大家也说说技术 窗户光有很大的优势就是 它像一个非常巨大的柔光屏 而且它不是一个完全的这个散射光 没有方向性的散射光 窗户是非常的柔和 而且具有方向性 也就是说在窗户光下面拍照的时候 可以形成非常柔和 而又不失立体 这样的一种非常舒适的光效 窗户光是非常迷人的 拍摄出来的人像 人体 都能达到一个非常柔和的 肤质这么一个效果 并且它又不失这种立体感 所以绝大多数摄影师 都非常喜欢窗户光 当然使用窗户光 是有很多的技术要点 它不同于影棚里的曝光 是一种很主动的用光方法 这种是完全要通过 你的拍摄角度 还有模特的Pose 来确定最终光线洒落在人身上的效果 所以摄影师必须要具有一个 很好的调动模特姿态的能力 再就是这种光效 很容易让模特进入一种自然的状态 他不会觉得一堆灯围着他 他很紧张 他就跟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差不多 这个时候有一种自然之美 当然抓拍起来也非常的过瘾 在这个地方 像这一张就是模特正在休息的时候 我从他的背后 给他悄悄拍了一张 其实我觉得窗户光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不像这个影棚灯那样 就是摄影师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它有着绝对的主动性 但实际上这种窗户光 它并没有这么多的主动性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用光 也就是说光线是不能动的 而模特通过调整自己的姿态 以及照相机调整位置 最终来形成光效的变化 但是这种拍摄的方法 我觉得更容易获取灵感 因为我认为灵感是来自于被动的接受 如果你用影棚光 你必须胸有成俗 你知道要什么效果 怎么打 如果技术纯熟 倒是可以打出来 但是窗户光就不是这回事了 窗户光有时候会在摄影师不经意间 可能会发现很多非常美的这么一些光效 然后去捕捉和调整就行了 我也是经常拿着相机 在下午的时候在我的窗前 斜阳照进来以后 在我的前上去找很多的 夕阳留下的光斑 与模特之间的一些关系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虽然这个光线不是由你来控制 但是它反而被动的刺激了你 形成某些灵感 我的这扇窗户是非常的大的 一共有十几米长 这么一溜 都是个通的窗户 有百叶窗 养了很多的植物 在这里我经常会 让模特在这里拍照 尤其是夕阳照进来的时候 色温非常的暖 照在绿色的植物上 会形成一些很漂亮的色彩变化 也会洒落在我工作室绿色的墙上 黄颜色的光 洒到绿色的墙上 在橙色的地板上 这样的一种关系 一种色彩是非常美的 这个是我们人造光很难完成的这么一种效果 用窗户光拍摄还有很多的技巧 你要想让它柔和一下 其实我在拍摄的时候 有时候是用一张巨大的反光板 是在窗户的相对的这一面 来进行补光的 这样的话 模特的皮肤会显得更加的柔美 当然是否使用这些手段 取决于你对于照片将来出来的效果的把握 不一定每一张都需要这么去做 这个就完全是几乎是原片 没有太动 外国女孩的这个身材 她几乎是不用管 她往那一站的就来了 很漂亮 在这种逆光的条件下 她的轮廓非常的漂亮 这个也是一个乌克兰的女孩 在坐在窗台上 我用风扇吹起了她的头发 当然这些给大家看的都是属于这个窗户光摄影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 从前面到现在看到这些照片 全部都是属于现场光摄影 并没有人造 任何人造光 这样的 其实我是很善于用影棚的光来布光拍摄的 一会儿这些讲完之后 我会打开我的彭拍的一些作品 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彭拍的这个灯光 这个可塑性更强 它可以打得非常的硬 也可以打得非常的软 完全在摄影师的掌控之中 是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话光影语言的变化就 比自然光要丰富的多 但是自然光呢 它就感觉更加的接近于生活 接近于真实 而且不管是模特还是摄影师 都很容易到达一种较为轻松的这么一种状态 其实相对来讲 窗户光的难度是比较低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尝试使用窗户光来照明 进行拍摄 就像这张是我们成都的模特儿刀哥 在怀孕了四个月的时候 在我工作室窗前的沙发上坐着 在吃东西 另外一只手拿着镜子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这是一张抓拍的作品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作品 很真实 很自然 这张就跟上一张相比 风格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就不再是窗户光了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到处露光的这么一个房子 它是拍摄电影《妖猫传》的时候 留下来的一个电影道具房子 盖着这么一个房子 光线从天花板的这种窟窿里洒下来 洒落到人的乳房上 腰际线上 还有大腿上 在这里形成了亮斑 强调出了女孩最漂亮的曲线 这个照片就完全是下午的夕阳的光线 照进我的工作室 这个模特在休息呢 我在这个位置抓拍的 后边还有很多跟它很类似的 这样的一些照片 像比如说这一张 这张也是窗外的光 照片里头的影子往往能让照片增强照片的神秘感 让人有更多的不可琢磨的一些空间 让人觉得非常 我是很琢磨于这些影子的 你像这个 这个除了这个模特的乳房投射在后面白色的墙壁上的影子之外 我自己的左手也伸进画面 把我左手的影子投射在墙面上 这个就增加了画面的趣味感 还有这张跟刚才那张是比较相似 只是构图变了 墙上洒落的这些植物的影子是非常漂亮的 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比较厉害的摄影师都非常的会利用影子 大家也可以在平时拍摄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感觉一下 但是这种光跟这个我们人造光还是大不一样的 这种光是可遇不可求的有时候 因为天气好与不好 还有你这个拍摄的时间段 它的光线都不一样 它不像这个我们人造光啊 随时自己都可以去曝光 这个也是下午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光线从阳台照进来以后 有一缕光就那么一点点 一缕光撒在我这堵橙色的墙上 我就让模特在墙上留下了这么一个影子 拍了一个背影 我觉得这个影子很漂亮啊 好这张还是刚才那个 就是妖猫传的那个房子啊 就是这样的 看顶方都是露着光的 模特在这里面身上撒冷了这种光斑 其实很美的 但是这个光斑的位置是很难把握的 这个位置走得不好看了 它会很难看 所以要不断的利用你这个模特的姿态 去调整一些位置 很麻烦 这个还是一间房子 模特当时在里头 这是我发现这座房子的这个所拍的其中第一张照片 应该是一进来我看到这个场景 赶快叫模特就进来 然后在这里门口就拍了这么一张 这个是在甘肃省白银市的永泰古城里面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知这个房子以及里面有一个教堂全部被拆除了 现在这些场景已经都没有了 非常的可惜 这个房子还是在刚才那张光斑的那个照片 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拍摄的 这个模特被我带进这个破房子里头以后 他不知所措的往那一站 他压根不会把POSE 他也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他当时是个新手 他不知道该怎么表现 其实我看到他是特别的忐忑不安的这么一种感觉 两个就是手足无措 压根就是手足无措 一脸茫然 然后眼神很无辜的看着我 一直说你要我怎么做 我就觉得这种状态就最好 我就想要这样的感觉 就是非常紧张非常忐忑 而且双手都似乎不知道应该放到哪的一种感觉 这个其实他心里的这种忐忑是因为他脱了衣服在我的面前让我拍照 他之前没太做过模特 这种内心的这种紧张 其实是源于内心对性的这么一种关键的禁锢 其实模特所表现的这种状态 跟我们人体摄影师的遭遇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仿佛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 其实他的这种状态也刚好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跟刚才那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场景 其实这张也是蛮有意思的 好的 我们回头再来分享一些影棚人体摄影 用影棚灯所拍摄的这样一种摄影方式 赵王八菱